各位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晚上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比赛 目前是今天第二场比赛 狼队对战到CNWE 这场比赛的话 也是刚刚听到评论席 几位嘉宾的介绍的话 我们得知了一个观点 就今天可能会出现三种情况 比如说狼队赢了WE 那开心的是Estar 因为Estar他们的最差成绩 就会好于广州CG和CNWE 他们就会拿到胜者组名额 还有一种就是狼队 如果是3比0了W 那狼星双双进击到胜者组 因为他们的小分 就会高于对面的最好成绩 还有一种就是极端情况 是WE3比0了狼 那这样的话Estar也是能进击到胜者组 总而言之总结下来 今天Estar虽然没有比赛 但是他们会关注这场比赛 因为很有概率 就会让他们进到胜者组 被动进击 因为所剩的S组的比赛已经不多了 我们先来看一下CNWE 对战到狼队的第一局 蓝色方的CNWE先搬掉了阿古 加上公孙黎 主要是在于这把没有公孙黎和老夫子的情况下 CNWE还是选择了一手去拿到大乔这个点 就是大乔打常规阵容 对 但狼队是拿了两手比较好打大乔的一个英雄 先把周瑜抢了 然后又拿了一手蓝 有爆发有强制位移 而且前中期的强度是够的 但CNWE的选择则是马可波罗加静 拿了一手对抗 就是静在打野位上的一个对抗 但是马可波罗的话可能就偏节奏一点了 就到他的一个四分半末世之后 但在此之前感觉他的对线期都会很难受 是的 那么看一下狼队的第三手直接拿出了关羽 Fly的关羽 针对你的大乔出 然后扳掉了不知火舞 也是能够counter到这个蓝和关羽的两个点 还扳了一个手比较长的沈梦希 然后自己拿到了一个太乙真 这样的话射手他可以配色尚香 他其实射手能配的很多 就他大射都能拿 反而是CNWE这里在后手班位扳掉了张飞 大乔比较怕的一个点 还有一个东方太一 拿了一手一星加联波 这两手就更多的是为了打团了 那可能真的拿这个大乔是为了打架而拿的 整体上的话我觉得CNWE在第一局的BP 还是比较自信的 比较相信在没有了公村里和老夫子 这样的一个搭配之后 选择一套常规的大乔阵容 这套阵容其实还是比较难打的 但是他们就是利用大乔的电梯来回去打 那个多波的一个拉扯 可能会比较好 他们也有开团的先手 包括异星和联波这两个点 爆发其实也有近 就是可能坦度不太够 你只要能踩电梯回家就行 因为这套阵容对于对线期的要求还是蛮高的 你不允许太劣势 一上来就产生了一个 比如说下路直接被杀掉了 然后顺势被对面推了一个塔 那这样的话大乔包括马可的这个发力期 都会往后转移 因为本身你对线期可能没有太多的优势 再加上对面已经先把周瑜抢下来了 周瑜的献权优势已经到位了之后 就看周瑜选择去压哪条边线了 而且CNWE要炸也不能炸的是发育弩 因为这把狼队他拿到的是 虽然像他太蚁是两个点 一旦是给到他优势的话 他的发育滚雪球能力就会特别的高 你就拦不住了 对 上半区的话有对抗强度 CNWE是劲加上连坡 四季之后的打架能力很强 但狼队这里蓝加上关羽也不弱 对 伤害是肯定够的 就狼队这把可能比较拼的一个点 是在于他们的坦度不太足 但他们的爆发非常高 那我们马上进入到这场比赛 看一下CNWE如何利用自己的大桥运作 蓝色方CNWE 红色方重庆狼队 我是解说潇洒 我是解说老王 12位战志中章 这是重庆狼队的主场 那这场比赛我们前面也说过了 对于另外一个胜者组的名额 有着很好的一个影响 如果狼队能够赢下来的话 是的 那这把单看称容 其实都是狼队这边偏 背线优一点 管是中路还是发育路 对抗路的话就单单亲线 两边是五五开的 对 他们也没有选择换线 对 中路一直异性没有线权 只能后勤 他一阵来去几时也看了一下什么开 看了一下镜不再红 嗯 直接先帮弗赖 对 先解放关羽 但是下路压得很凶就不让他补到 因为三强这个英雄本身在对线上 就是可以压着马可波罗的 是的 所以配人前期会很难受 整体狼队看上去啊 第一波兵线下来三线优 只要大乔来帮也不是 就是他来帮呢也帮不了 就缓解不了什么压力 该难受还是难受 然后三个河道之灵 清一色都是狼狼的 全控下来了 上路来到四级 想打一波 连波这里还有技能 蓝想推 但是暗这里交了一个闪现 关羽这里有急跑 再回顶 暗很难跑了 技能四级太久了 A出来了一个一技能 但吃关羽一刀弗莱拿下了滴滴血 很快 就这波杀暗的这种连波 真的是成本特别的大 后来也是把他的急跑给开了 虽然刚刚只有二级 然后刚升了个三级 啊 一瞬间是关羽推一下 蓝再推一下 主要是上路 跑跑路线太长了 但下落悬影也四级了 镜子 再一个让后卫 可是没有兵线啊 而且没有干扰 对 这就很难去越了 这样关羽身上拿到优势之后 就很好地去扩散到全图了 对 因为现在很多队伍在打野位 到达四级之后都会去接对抗路 但是这一波 旋影倒四了是去了发育路 想出一波节奏 对 但现在被 因为你下落没限权嘛 嗯 如果你能控住限权 那下落镜子过来是可以尝试做一波越塔 是的 这波蓝 清完对抗路的线 转过来 刷蓝去 现在有了圆珠法阵这个机制之后 确实很方便 去对抗路吃钱 吃完了再回来刷蓝 对 这是为什么先看中落 一箱开先手 但是周一是有闪现的 躲开了个闪 就接着那个传送法阵的点聊 这是为什么现阶段 这个版本大家一直在打对抗路 因为对抗路出了优势之后 他可以间接的帮助下落出优 对 对抗路他要的是什么 对抗 发育路要的是什么 发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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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面意思是吧 是 打得很凶 下路二的话 其实三箱就真的没什么怕的 只要一星和进这两个点不过来的话 他没有什么太大的威胁 对 但是狼队这样发育是没有问题的 但对于仙达威来讲的话 他怎么去打开现在的这个 比较逆风的局 他对线没优势 只能等到马可布罗的末世拿到红Muff 之后出来带节奏 因为他是要把这个点拿出来 当一个自由射手去打的 目前的话 红Muff已经让给了马可 但马可现在装备还不够 旋影选择了先开暴君 但项羽扑火过来 他也进去没有抢到 稳定的被旋影拿下之后 做了大乔的二技能回家 这也是大乔的容错 他一定是能够采决回家的 你看解说的是 预测都看好了重新狼队 这B5第一把 好像选出来大乔之后 特别容易被针对到 对啊 因为他们可能看好的也是 重新狼队这个阵容 前中后期他都能打 但是看一下这波flash要绕后 提前下来了 但兵线暂时被送进去 慢了 那这样CNWE的支援也就到位了 没有办法做这波月塔 两人都没有干扰 发育嘛 就两边都想到发育 都要到自己的抢势期再发力 但现在重新狼队他不着急 因为虽然上这个点 他的中期有一度 很长的一个过渡期 下路 只能发育 这个红buff拿了之后 只能说加了点伤害 对 然后现在可能对于WE来说 比较优势的一点 在于连波放线到正面来的话 他是能够先帮一星抢线的 因为周瑜这个点 他没有前排帮他去卡视野 因为这把对抗路是个关羽 是的 整体狼队是一个 你可以说他是无前排阵容 嗯 他只能靠着太乙的复活提升一些一定的容错率 对 但太乙也不可能去跟着周瑜 除非斯兰强一起 那旋影再找机会 向羽的走位也是非常的谨慎啊 就尝试性的往前靠 反正把火扑过去了 他兵线能清就行 对 但这波金羽刷完自家的野薰之后 发现了近的野薰还在 下路也在打 打出了太乙的一个大招 对 该看到从小地图看到的是 佩恩直接二技能切大转上去了 然后逼了妖刀一个闪现 还有帆帆的太乙人这边的一个大招 那这就属于佩恩个人 他找到了一波很好的机会 对 打了一波血线 哎 上路 是知道的 因为马眼 对 亮了 知道草里有人 那佩恩拿完红buff 有莫氏上来之后 找到的是懒打了一套 但是看马可波罗跟不上 所以就没有再继续叫闪现追击 现在W节奏很紧错 马可 莫氏 拿红直接上来 换紧错 对 想推他 下落派镜子一个人还能守住 上路的话 佩恩也顺势拿下了这个塔 连波昨天离回家了 反而是重庆狼队这里下落退不了塔 嗯 第一时间出于是到的比较晚 然后连波在正面卡了 他没有办法把那个火给扑过去 那接下来这段时间 其实是佩恩的强势期 也是整个西安W比较有节奏点的地方了 现在的节奏来到了西安W 看他们怎么带 因为妖刀这边的孙燃香看到了佩恩的马可波罗出来戴节奏之后 他也是跟着出来去多吃钱 给我轰 我跟他对着打 我4500 他3900 还高一点 但是爆发不一样 因为马可波罗现在可能是因为在于西安W这个点他这把带的是闪现 马可波罗一技能要是命中 他是可以接大招秒的 对就看妖刀这里有没有一技能加闪现能跑 嗯 或能操作 弗莱也是一直在往下路找节奏没有很好的机会 静影倒是先把兵线清完之后被静语推回来了 接上连空之后玄影被打残 赶紧撤出来 物流给了个圈 但这个圈不好踩 打了一套消耗 其实第一时间是想要做击杀的 但是伤害不够 差了一点 四伤枪不在 这红buff刷新 但狼队的目标先清中线啊 给红去一些压力之后 磨一下中坛 主要现在他们觉得 现在这个时间点去扣马可波罗的红有点风险 因为正面没有前排 一旦被开了被留了 可能只能卖队友 对面是有一心的 可以反打 狼队这一步很聪明 他就是一直跟你牵扯两条线 但这一波物流直接给了个大招 想打这波团啊 有点难受被牵制了 吓他还掉了 凶下两波 所以开始是在下路被打了一波状态 然后紧跟着到中路 红区卡了一下你的位置 而这波回到下路 又在红区 河道卡了你位置 因为西安达被选了 这个人在前中期的作战能力 没有那么的强势 其实开端点也不够稳定 所以他要想把这个团开起来也挺难的 但是这波玄影 一个人进蓝区反掉了对面的蓝buff 然后金羽看到了进的蓝也在 想留 想去反 然后异星这里是想留腰刀 没留住 一个大招也是封了个路 保住这个蓝 是的 那上路的防御塔 这边现在W的外团还是得掉 那其实重新狼队他现在的节奏是比较舒服的 因为虽然上这个点 依旧是全场最高境界 他的核心装已经两件了 还做了个隐心过度 他可能还想的是前期如果打起来 还能补点伤害 有穿透 也有减cd 是 性价比比较高 但是金羽藏的这个草丛 马可是有被动的 不太好 直接击杀掉 诶 粗糙了 乌六直接探了一下 但是异星这里 大招留住了金羽的蓝 五个人过来 激活先杀掉了蓝 这个大招真的只能说 异星给他框的非常的绝望 封住了后路 因为他这个大招框的很大 让他没有一个大招 能够撤退出去的一个空间了 对 就现在W这里 只要能找到机会 以多打少 做激活 很好造成击杀 因为狼队这里 我们前面有说到过 没前排 对 都很脆 但那波金羽的阵亡 其实也是在给 妖刀的三强 拖使时间发育 现在70002 可能等他破晓出来了 也就会让这个点 去参团打架 但同时 佩恩这里也很舒服 因为他的红区 没有受到任何的干扰 对 一直在吃红buff发育 然后马可就是一个 找机会很强的射手了 因为现在两边 正面都不想接团 现在W可能会更主动一点 会进野区去反野 或者是骚扰什么的 但也是前提在于 他们五个人都在 像刚刚那波 就没有办法继续控 这个蓝buff 第一时间人是不齐的 是 现在是蓝 在蹲关羽 关羽蹲蓝 一个样 看谁先出来清线 是 那就是蓝蹲关羽 但W并没有想要去抓 对面边路的意思 而是 在等 现在十分钟了 清一波上线 看目标是哪条龙 其实实际上W 他能够猜得出来 就是如果你是关羽 单线 蓝不可能在正面 这个英雄肯定 要不然在蹲关羽 要不然在另外一头 要不然就是绕后的路上 是 正面的话 先W想开这个 主赛 不太好开 连波直接砸进去 会让一星想留 留住的是一个太真人 周瑜也是交了个闪现 拉出来 后续也跟不上输出了 这波团战 将住了之后 看一下 现在W想要做圈 回家圈是很残 但是清语在偷龙 对 一个人要把这个暗影暴君 拿下 但是静也在打龙 换龙 换了 但是速度 速度应该是挺快的 因为有马可波罗在 而且刚刚 可能一星的大招 被打出来了 在准备做圈的时候 他脚下已经没还了 是 但现在其实狼队他不着急 因为他觉得只要中立 生物是一人一条 还能继续拖 继续发育 可以接受 狼队这套阵容 打团的速度就是 就是一拳将你打死 他这阵容爆发真的高 主要还是在于 孙岸翔这个点 他现在破晓还没有出来 那对于他们来说 这真的不着急 安培恩他的核心装备 其实两件套已经有了 而且在于狼队这边也不够肉 这一波狂个大 留住了两个人 连波直接砸进去 做圈 但关于踩过来之后 蓝进抢并没有切到后排 天使这里传下 一瞬间被周云火烧了 金鱼拿下了这个人头 翻翻这边的太义阵 一丝血很极限 没死的 他是做了一波开团 炸了三个人 但是开得非常好 没有人更伤害 因为都在保着三强大输出 反而是大乔这个大招有点尴尬 有点尴尬 然后把牵势给送回来的时候 刚好周云的火铺满 一个大招云主 就一瞬间的那个爆发很高 那不单单是周云的火 虽然相当一枪其实也很疼 而且吃塔伤啊 对 没有干扰 就月塔有风险 需谨慎 好 现在宠帝狼队就直接打出了 131的一个阵型 让两个带线的点去分带 主要是法师阵王之后中塔 守不住了 狼队直接拿下 这波要往下跑 但是有电梯 这也是差不多到了十分钟 一般十分钟出头 就开始利用大桥的这个机制 在边路带线前置了 主要这把 这波团战打腻了 经济差一下子被狼队给拉开了 前面是靠着太义真人 有个两三千的经济 现在就不一样了 接近五千 对 这就是有太义真人的一个原因了 现在狼队 是可以靠着这个经济差 压红区 干扰马可 来 蓝拿到了 逞机拿下 就到了关键的时间点 再去考虑 控野区 按这里 扛着火也要过来 把这个团开一下 但自己太残了 就是撞着一下 他意义不大 他站草里 他不想动 就是扛着硬吃火 也要找一个位置去开 其实开了也跟不了 因为队友的看得到 他的血线一直在下降 而且可以看到香香 就是腰刀这边的孙燃香 他把最后的暗影战斧 还是完全做出来了 这件装备对于孙燃香来讲 还是蛮好的 因为减CD嘛 对 减CD 而且有500的生命值 再加上攻击力 都是孙燃香所需要的装备 只不过到大后期 可以卖掉 换成一件输出更高的 像破军这种 现在要补一个气血了 整体还是一个偏纯输出 那这样的话 现在W只要找到机会 去限制一下孙燃香 还是有机会的 但现在香香 其实他打的比较稳定 只要他一直人在 他很难死 得看暗这手开团 嗯 正面 金蕊直接先手 打的是佩恩 佩恩之力 直接被金蕊给转死了 单杀光宇切到后排 顶回来一个之后 被断腿 给拆火了 联盟再给一个大招 卡住战场 保护队友撤退 安杰伯要进圈回家 但上落兵线 已经到了二塔的位置 这二塔不好守了 第一时间金蕊一个人 找到了佩恩的这个位置 直接上 没有犹豫 用了一个仓穷 这是在敌将 敌军从中直接取敌将手机 啊 对 主要是关键点是在于佩恩这手 马可波罗其实本来很难死的 但他的一个站位靠前 也给到了金蕊 突进的机会 对 他真的是一个人 当着其他三个人的面 强切 重理是金蕊 他这每一下 存到的二技能普攻 都跟到了马可身上 他可能是开了锁头 对 可能开了锁头 联波这里给大招 但是要到这里 先把牵尸的闪现打出来了 要到这里很残劲 进场 并没有打出足够的爆发 太乙真人被打出了一个复活 但是正面周围的火 先烧掉了一个联波 就是不管怎么打 如果你真的要拼起来 右边是有个太乙真人大招的一个容错 但是左边如果没有踩到电梯回家 你看就是现在这种情况 按直接倒 还有就是进的那一套 如果不能够完全 进场就让孙燃香倒下的话 那他自己也没有办法再换位 其实挺难的 因为进的这一套 也是关羽在盯的 就是关羽会盯他 他也在盯关羽 很容易就被拆伙了 如果你不能做到一击必杀 那现在有点难出来了 因为CNW这边前排的坦度也不够 主要还是在于 虽然像这个点发育成型了 神装 13000的经济 马可现在只有9000 他现在有太一人的大招 其实复活甲这个装备 不用太过于着急 直接憋破军 把暗影战斧给换了 再增加一下爆发 是的 然后马可这里的话 是做了双雾抗装 然而他的破晓 还没有完全做出来 对 他也想着对面没啥前排 一行大招留人 但没有留住啊 进大招定身的是 关羽关羽反彩 轩影这里出圈了 前世这里有点扛不住 下面孙燃香一枪给点死了 Fly这里被他也泡了一个复活 但是马可转他进去 把妖刀给秒了 妖刀这里复活甲换慢了 但是是一个二换一 对 可能真的妖刀一开始 都没有想要预购复活甲 因为觉得太义真人有大 但是太义这波大招是给的Fly 给了关羽 关羽血量太低了 但是这也是 被人捕捉到的一个关键信息 就是知道 你这边大招给了 关羽 所以就立马转他进来打伤害 大招加上自己冰霜 冲击给到的控制 杀掉了一个孙燃香 对 那现在这一波又可以拖一点时间 看下这边还想开 但是关羽在拆火 他把输出点给打推了 那这样的话 只有暗的连波输出是不够的 要被蓝给炫死呀 这里最终是被烧死了 主要是在于他 其实刚才脸上有个圈 但是很难进 被关羽一直推 推来推去 很难走 感觉这波没有沟通好 因为连波砸上去的时候 静并并没有交全技能去 集火周瑜 而且弗莱进场 踩进来的一瞬间 就断了 学影看到了 就立马走了 对 因为关羽也挺克静的 静的换位没有霸底之后 很容易就被关羽直接推出来 说白了两个英雄这把 关羽和静互盯 就是两个都要去盯着对方 但是金羽这把 就会比较舒服一点 他就是只要盯着 对面的配人就好了 因为这把对面的 这种硬控并不多 他进场只要能转起来 很难被拦住 正面狼队继续压高地 中路的高地直接拿下 火推上来了 两边线也同时到了 再开一个奔狼 给个加速效果 千世站在前面 给了一个大招 但是看侧翼 静并已经突进去 打残了佩恩和千世之后 再撤出来 他是用自己的成绩 还有苍穹 换掉了佩恩 马可波罗的一个冰霜冲击 就是召唤之技能 装备的技能 去换装备的技能 对 但这波主要狼队退出来 也是目的达到了 把你两个高地给拔了 而且外面的暗影暴君要刷新 稳一波 稳一波 而且这局腰刀可以看 是复活甲挂身上 没有买破军 鞋子也挂着 再加上太乙的 这个复活就是三条命 容测非常高 帆帆闪炸炸三个 但是队友离得很远 两连控没用 但是联盟砸进去做拆火 金羽切后排 但是被传回去了一部分人之后 正面竞开了一个大招 但是扛不住孙上香的一枪 直接带走了进 看华语写不能不能推出来 往回一刀劈的 是安安瞬间坐了电梯 回去的异性大招 留住了三个人 但此时马可并没有大招转进去 直接打出了太义真的一个复活 太义真的人都有复活甲了 直接 他应该是卖的装备 补了一个大剑 对 看摇到这里 再往前点 点出了一星的一个被动 还有一个翻滚往回走 正面的话 咒语火扑过来 下路的炮车不是很好清 对 把兵线压过去之后 压不了高地 他其实可以选择开这条 暗影暴君 先去野区补一波状态 这条龙也就顺势拿下了 但是下路的高地 还是被推掉了 咒语的火之前也扑过去了 还有炮车 可以看到帆帆买了一个学识宝石 那就是需要去一个奔狼文章 大冲 他大奔狼用完之后换了复活甲 其实帆帆之前挺喜欢 在手下的过程当中 我之前有几波看到 他把所有装备买了换复活 想要脱队友的复活 破产 对 破产流打法 对于游走来说真的 来钱真的不容易 但他这把还好 是个泰影真人 对 他来钱快 对 他相当于你看下对位差了两千 这两千就是买了那个复活甲 是 这把好像不亏 这把优势 但是现在西安W在三高被破的情况下 其实更多的真的是要看牵势这种异性的大招了 他能留住人 但是马可这里也要留着自己的大招 如果用来跑了 那就算你留住了一堆人 输出也不够 对 他主要是能接到连波或者是异星的控制 配合自己的冰霜冲击赚大进去 他是有机会可以打一个很高的OE的 但关羽 弗莱这里一直在盯 包括蓝都在盯马可 马可很难进场这里悬赢 先被打一套 上路的暗影先锋进塔了 看一下狼队的选择 太义想要过去留人 但正面要到直接点水晶 水晶瞬间告破 让我们恭喜重庆狼队 最后一波团战不战而去认之兵 干脆利落 就是三高拔完了之后 整理一步状态 开一条暗影主宰 直接放直接用 因为CNW这里的射手也好 包括中单一星也好 他清线并不是很强 对 而且他们的阵容强势期 其实就是在倒计时 越往后走 他们的强度就越低 虽然说有大桥在 但是这把大桥配的 整体的一个属性 就是普通的一个游走 对 最近比赛我们也看了很多 当红左方直接把老夫子 搬掉的情况下 如果你还要选大桥的话 整体W出来的阵容 都会被对面所针对到 很难打出很大的优势 是的 那接下来时间 交给评论系听一下 评论系的分析 欢迎回来 恭喜重庆狼队 拿下第一局比赛 胜利打的速度 其实是非常快的 而且这个经济血球 滚得非常快 17分钟就已经 1万经济差了 是 其实从这一局的阵容来看 CNW已经摆明了 我不是一个 运营型的大桥体系 我是要跟你打进攻 要踩幽门的 对 所以这把狼队一开始的思路 就是保证下路 对线有优势的情况之下 尽量让连波晚到一点四级 他这一套阵容 实际上是基于狼 在之前打比赛的时候 打巅峰对决的那套阵容 就是我拿一个泰乙 养一个大射 是 然后打你的大桥 而且这把下路对线优 中路对线优 唯一上路 就是对于CNW 他们很渴望上路2v2出优势 但是在第一波关羽的 一个配合杠克的一个情况下 那个连波也打不出来了 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 在那一波上路抓完了之后 整个重庆狼队 就又进入了 我们最熟悉狼的模式 蚕食的模式 对的 而且这把 其实重庆狼队 也在努力去调整思路 尤其对于妖刀 这个点有了非常多的保护 除了拿泰乙之人 全程去保证发育之外 还有就是项羽的周瑜 也是配合到真相完成压塔 所以我们看到 除了就是前期的一个推线 就是泰乙之人附带的经济之外 还有防御塔经济和野区经济 也是由此而来的 所以说这把 就是CNW这把出来了之后 基本上我们刚才在节奏写说了 倒计时嘛 倒计时就是意味着 你前面一旦出不了优势 就很难去打 尤其是在这一盘最强势的中期 我们可以看到 重庆狼队就是稳住 不给你什么机会 就慢慢地再发育就好了 看一下本局MVP 给到的是重庆狼队金羽 是金羽 他在比赛中 有一个非常经典的操作 就是中路强行去切死掉了 马可波罗 当时呢 在有纯净仓雄的情况下 刚好中路还有一个炮车兵 帮助蓝把刀给刷起来了 就完成了后续的击杀 包括像现在这个版本 大家对蓝的一个理解 就是在有纯净仓雄 或明刀的情况之下 我可以作为一个先手点 我先去摸对面的后排 和对面去换状态 其实PAN这局 马可波罗还是打得很难受的 没有什么输出环境 他已经很尽力了 他在上面 上路的灭魔团 真的已经拼尽全力 把那个孙长相弄死了 是的 不过在经济差之下 确实了 确实CNW没有太好的发挥空间了 就这波真的很绝望 这个像对于常规大小体系 上路连坡加净的上路二边 是非常关键的 但是还没有到四级的时候 就因为说真的有点弹线了 就导致了一个阵亡 就是这样的话 你上路就没有什么机会 要是11分钟的团战 二技能 赚刀打前排 这是在中路的那一个节奏 而且这波说真的 你不敢挤压的 因为周瑜的火已经全都铺在那个地方了 是 然后这就是刚才提到的名场面了 在金友纯净苍穹的情况下 刚好有一个炮车兵帮他把刀给刷起来了 刚好也铺到了马可波罗面前 但这波我们其实也能够看到 重庆狼队在今天第一局的一个状态是有变化的 他们在前中期打得非常非常果断和主动 我觉得他们就是我发现其他强队都一样 都是先想拿手法 先想办法把状态找回来 对 就是这把我们可以看到 上廊他们已经很久很久没有打过 战边再加野核这种东西了 对 他们之前都是要不就是这种 拿一个像蓝领的东西配一个战边 要不就是会是说是一个坦边加上野核 但是这把就是很明显 先让选手把操作操作起来 然后我们再说什么运营什么的东西 一旦前期出了节奏之后 包括运营啊 重庆狼队舒服太多了 所以说这些冠军队伍 他们对于选手状态该如何调整 都是有自己一套非常独特的经验的 是 而在比赛里面 CNWE也在做一些尝试嘛 包括牵势 他这一手大招去流到金宇的蓝 其实也帮助WE去追回了一点点节奏 对 但是实际上在这波击杀了之后 并没有掀起太大的风浪 尤其是在这一波中路的一个月塔 就是通过这一波 我怎么说呢 就非常漂亮的反打之后 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太大的节奏了 因为实际上这一波 就是在刚才那一波产生的一个 后续有机会滚起雪球的一波操作 然后被化解掉之后 孙赏将继续发育 当时我看在12分钟的时候 就已经三大剑完全成形了 对 非常非常的有钱 因为马可本身对线又不是很好打 然后上面的一个2片 直接在对线期就已经崩塌的情况下 马可真的已经 真的很能阴忍了 真的很能阴忍了 而且这局其实塔破的速度非常快 也给弗莱的关羽 给了很多绕后的一些视野和空间 周瑜他在压塔过程中的扑火 给了CNW太多的防守压力了 导致CNW会把注意力放在防御塔的防守上 所以能留下来去找关羽 甚至去找篮的人已经不太多了 周瑜也是马可拼命 是跟这个双方向换掉 但是你看团战一旦打起来周瑜的火 已经把战场给分割起来 关羽在推脚乱战局 对 然后加上这把CNW他们法伤的点是来自于一星 但是一星他的装备又不太好 所以重庆狼队这里可以让腰刀的孙上香 有更多的格子去补输出 对 只要能在团战中让腰刀 但凡有5秒左右的一个输出时间 基本上你的前后排都有可能会被溶解掉 而且这盘就是太没太穷了 因为最近我看就是正常发育的一个连坡 打后期的孙上香 真的是一个暴击孙上香打连坡就600拳 是打不动 打不动完全打不动 但确实安在上一局 他的一个经济太低了 这又得要收回来上路位置 重庆狼队这个二抓一表现的太好了 确实就一个小点 然后就这个辐射到全局了 是的 同时也要感谢一下我们的赞助商 上拼多多搜索荣耀福利社 英雄皮肤荣耀水晶免费抽 现金大奖等你开 还有超多选手签名罩等隐藏周边 无门槛参与人人有奖 马上去拼多多搜索荣耀福利社 福利多多别错过 上bilibili55号直播间点击实时数据 选手装备对位数据尽收眼底 参与热议活动 带话题发表观赛评论 瓜分万元好礼快来扫码参与吧 来斗鱼直播玩KPL梦幻组合 PIC你看好的选手 组成你心中的梦幻阵容 即可换取积分 赢取iQOO手机 荣耀水晶等豪华大礼 那第一局是重庆狼队拿下了 那可以看得出来 他们第一局的状态 相比之前调整是非常好的 就先给选手拿这种 能操作的英雄 操作起来自信及巅峰嘛 那CNW感觉他们 其实正面团战 是一个很强的队伍 尤其是他像一星 加上连坡的这套组合 是他们在A组到S组 其实都是吃分的一套组合 给我们那种感觉 就是CNW确实拿到了一套 能踩油门的阵容 但是狼队呢 就好像拿着一根铁棍 把油门踏板给他堵上了 对 就是整场比赛的走势 可以形容一下 但是大桥只有一举 我觉得在大桥用完了之后 包括我觉得 这盘W应该已经感受 踩第一盘感受到 狼队拿下的决心 那我觉得今天就是 以命相搏 以命相搏 也是期待一下 双方第二局的对决 接下来把时间交给解说戏